在女權抗議潮湧現將近三個月後 伊朗現在傳出了道德警察已經被解散的消息 伊朗檢察總長蒙塔茲瑞聲明 道德警察跟司法無關 而國會和司法部門正在研究 是不是需要修改伊朗女子必須穿戴頭巾的法律 就連總統萊西都稍稍鬆了口 不過根據當地媒體消息 聲援抗議的人士還是持續遭到逮捕 伊朗電影女星米特拉哈加里 就是最新傳出遭到拘捕的公眾人物 而且伊朗內政部也遲遲不認證實 道德警察已經被廢除 伊朗的男性民眾似乎也對這項消息 抱持著猶豫態度 伊朗抗議人士現在提出了 進一步的抗爭手段 呼籲全國各行各業 從五號開始大罷工三天 推特上開始出現訊息分享 表示在七號當天 德黑蘭自由廣場 會再出現一波示威遊行的活動 環宇新聞雷清文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轉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在擲縦 COME declar隻打量 什麼叫做 轉揚全球